从空中俯瞰道路被土石冲断 房子残破不堪 甚至被削掉一大半 湖面上满是木片的景象 引入眼帘 去封海伦重创美国东南部 北卡罗莱纳尤为严重 水淹过一半房屋 居民只能靠直升机撤离家园 道路上全是被 被吹落的树枝电线杆几乎阻断通行 桥梁被土石冲出一个巨大坑洞 阻碍救援物资进入 CNN报道 海伦造成北卡至少56人死亡 将近200万户住宅和商家停水停电 就怕断粮超市外大排长龙 民众等着抢购物资 对于北卡的灾情 总统拜登也表达关切 他提到海伦飓风 堪称史上最惨 打算前往灾区探查 根据统计全美六个州 破百人不幸罹难 谈到灾情 副总统贺锦丽 有心碎来形容 官员担心死亡人数 恐怕持续上升 尽管当局日以 继继续整理被冲毁的道路 修复到正常的样子 恐怕还要花上好几年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